QQ團的蘇吉哈林贏是真正的五人年紀生在Q學改動中 最親切也是最美好的回憶 但隨著時空的M-BAN QQ團現在已經專業行作提供高齡重新核實 和基板各行工業華東的團體 為了不用QQ團的志願 可以了解到華東要怎麼來幾位一項 QQ團中華官團委會就要邀請到各鄉定期團委會和合部隊 基板指定六四和主題工業華東幾位和這項研討會 好打電話都能讓大家有最好的好用 典型QQ團合部的精神 生理在一九五年中的青年QQ團 暫時是兩派對立時所生理的組織 在時代變成之下 將將改變成為合部青年平衛的社團 如今在全國各地都能看到QQ團的信仰 為了要合部並且提升各項華東的評寄 QQ團中華官團委會在要邀請各鄉定期團委會和合部團隊 基板指定六四和主題工業華東幾位和一項研討會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平台 讓我們各地區的各鄉定的一個組織 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的一個研習 能夠自己寫計畫 能夠自己來申請經費 能夠來結合我們各鄉定的一工夥伴 來共同為我們彰化縣的一個民眾 來做公寓做服務 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目的 當然這個活動呢我們是邀請了很多有經驗的一個會長 還有一個老師來做一個經驗的一個傳承 那這個傳承不是他們自己擁有而已 而是他們是無私的一個奉獻 因為QQ團是一個大家庭 那這個大家庭呢能夠把這樣的一個公益服務 能夠用這樣的一個平台 然後傳承到我們這個彰化縣的各鄉定市的每個角落去 在參加的學員當中也出現了新住民朋友 他們來到台灣這個土地將台灣動作他們第二的故鄉 願意為台灣進一份行列 我加入救國團是一次偶然的機會 其實我參加救國團的活動已經很多年了 但是一直都沒有加入救國團 但是我看到救國團一直都是在為孩子服務 培養下一代的接班人 然後為台灣社會做出了很多的貢獻 那我在加入救國團以後啊 我發現說這個團隊是一日救國團 終身救國團 就是家裡面有一個人是救國團 全家也都是救國團 所以它的服務是可以傳承的 我覺得這個觀念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們在這裡面它有各種各樣的活動 有各種各樣的課程來培訓 那我在這邊也是學到了很多的東西 包括主持人的活動啊 那我學習了主持人的活動之後 那這個課程的話 我後面我也擔任了很多場的 主持人的這個學習培訓 那還有一些就是 不管是各個救國團 各個鄉鎮的救國團 那我們在參加活動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團隊的精神 團隊是非常團結的 那我也是在這裡頭受益匪遣 對於很多五年年級生來說 救國團四季哈林亞 是求學改動當中 最親戚也是最美好的活躍 雖然雖然失控的恩賓之下 救國團已經專業形成 提供各人中心核實 和提供各行公共和活動的社團 但是救國團也是社會當中 不可以欠款的最大的力量 就像救國團的靠河 我們為了千年服務 千年為國家服務 新中華新聞 北北林中華 彩虹博德 做對的事 加油 加油 加水 加水 感谢观看